你要是拿紙箱 我要一个卡拉鸡腿宝 评价连锁早餐店是不少民众用餐选择 但有人贴出影片 平常最爱点的汉堡 竟然是这样组合的 看这连锁早餐店女员工 先拿夹子夹起汉堡牌 徒手抓起一两片生菜 直接用双手组合汉堡 最后放进纸袋中 全程都没有戴手套 会请门市的这个相关的主管 以及督导 再去督促这个门市的教育训练 事实上卫福部的食品业者良好 卫生管理基准有提到 人员工作时穿戴整洁的工作衣帽 必要时戴口罩 如果是以双手直接调理 不经加热就可以使用的食品 建议配戴不透水手套 或将手彻底洗净及消毒 那依照影片当中的工作人员 他除了接触食材之外 他还会接触其他的物品 比如说夹子 比如说贴纸 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卫生疑虑 现起改善没过关 开罚6万到2亿元的罚还 不过让民众担忧的 还有这速食店的内用饮料杯 这一杯满满的林卡可乐 还没喝就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油膜 让人难以下口 刚刚我那天要就是使用的时候 就是看到上面有一层油的时候 我就觉得还蛮杀眼的 他们到底杯子有没有洗干净 不过这并非单一个案 其他网友跟着分享自己也遇过 跟门市换过一杯还是一样油 再换一杯终于肯给外带杯 连锁素食店解释 内用饮料杯回收后 会先人工冲洗并检视外观 再放弃德国品牌清洗机 以食品用洗洁 即透过80到85度高温水洗 虽然有门市让民众马上换一杯 但第一时间难免感受不佳 TVB的新年宠问题台北财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